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中共依然在不擇手段 中國經濟崩潰 民不聊生 川普再次稱霸共和黨 孫大午獄中申訴書流出 引用黨魁講話引發猜測 中共派核潛艇前往亞丁灣解救人質 荒謬觀點 連小粉紅都不信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1月4號 星期四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1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 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中共依然在不擇手段 中國經濟崩潰 民不聊生 三年大流行病生育率暴跌 青年事業率創紀錄 以及房地產市場接連暴雷 中國經濟屢遭打擊 正走向崩潰的邊緣 自由亞洲電臺發表了旅居美國的中國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的文章說 最近得知 山東林毅老家和全國形勢一樣經濟陷入崩潰的邊緣 林毅市三區九縣至少有一半的鄉鎮基層拖欠工資長達半年之久 甚至有些縣城連僱用協警也發不出錢了 就連緊鄰宜南縣隸屬於日照的舉南和舉縣也都正在發生著 在這裡很多大宗商品有價無市 河沙等建築材料跌價60%以上 百姓的菜籃子和日常生活用品銷量銳減 失業的農民工們更是越來越焦慮 在百頁凋蔽之下 他們又到哪裡去尋找自己的出路 即便如此 中共卻從未停下強行修建雙喉水庫的進程 不斷軟硬兼施 逼迫百姓簽字同意拆遷 然而農民們被迫簽字後 卻一分錢的拆遷款也不轉給他們 其中果裝的流性拆遷戶 因拒絕簽字 房子就被強拆了 強拆時他本人不在家 更荒唐的是 當房主得知房子被強拆後去質問鄉鎮政府的有關官員時 他們卻改口說 是我們不小心拆錯了 本來要拆的是別人家的房子 就這樣 明明強拆 幹部說是錯拆 農民們面對這樣的官匪強盜能怎麼辦? 中共政權現在只想著如何維護它的專制統治 根本不顧及百姓的死活 即使面對經濟崩潰民不聊生 卻依然在不擇手段暴力逼遷 大興土木 為的只是能通過項目 工程 假供肥私 謀求暴力 希望父老鄉親們早日認識到共產專制體制 是一切社會不公的總根源 必須解決這個主要矛盾 其他的次要矛盾才會應刃而解 當民眾對此有了充分的認識 並且一起努力著手解決的時候 中國淪陷區的天就快要亮了 川普再次稱霸共和黨 共和黨其中選舉失利 某些黨員把責任歸咎於川普 當時聯邦調查局探員已經搜查過川普的海湖莊園住所 多項犯罪調查正在同步進行中 相隔13個月後 川普在新罕部下州造勢大會現身 台下支持者氣氛沸騰 川普在每一州的初選民調都大幅領先其他對手 累計遭到91項刑事犯罪起訴的川普對支持群眾說 我覺得這是榮譽徽章 我是為了你們才被起訴的 世界日報引述《華盛頓郵報》2日分析 川普把起訴罪名轉換為造勢動能 反對川普的共和黨勢力迄今未能打出強而有力訴求 也沒能推出足以壓倒川普的挑戰者 許多共和黨員認為 川普最後仍將獲得共和黨提名 成為黨的2024年總統候選人 川普競選團隊運作條理分明 有效抵擋了反對聲浪 再度稱霸共和黨 對照之下拜登陣營則表現疲軟 孫大午獄中申訴書流出 引用黨魁講話引發猜測 被判18年重刑的大型民營企業家孫大午 在獄中的申訴書流出 簽名時間是2023年11月16日 他雖然對法院判決不符 認為這是牽強附會 不顧事實的違法判決 卻多次引用中共黨魁習近平的講話 並保證聽黨的話跟黨走 保證不多說一句有愛大局的話 獨立時評人蔡慎坤1月4日在X平臺發文表示 70歲的孫大午身在獄中還幻想著通過正常法律途徑 為自己洗脫罪名 殊不知整他的人根本就不在乎什麼法律 也不可能為他犯案 除非中國政治發生顛覆性的改變 而不只是局部改變 孫大午這封申訴書引發熱議 麥可蒙表示 中共邪惡程度遠超我們平常老百姓的想像 為他惋惜 為他悲哀 也有點為他生氣 他還有機會跑的時候不僅僅不跑 還對跑的人惡語相加 老夫哀嘆 孫大午值得同情 但彷彿又是咎由自取 愛黨結果被黨坑了 人道中國主編曹雅學表示 孫大午從一百亩荒地 一千隻雞 五十頭豬開始 36年做成20億的大型農牧企業後 被共產黨滿門抄斬 什麼是中國故事 這就是中國故事 什麼是中國人的命運 這就是中國人的命運 一個魔咒 2020年大午集團因土地糾紛 與河北保定國家農場衝突 孫大午及其親屬10多人 以及集團20多名高管被捕 2021年7月28日 孫大午被判18年徒刑 其眾多親屬和高管也被判刑 大午集團遭中共政府接管 中共派核潛艇前往亞丁灣解救人質 荒謬觀點 連小粉紅都不信 中國騰訊網軍事評論專欄《東風宋雨》於2號晚間發布一則評論 稱中共海軍在護航亞丁灣15週年時 派核潛艇前往該地的真實目的是解救人質 由於這個特別的目的不能被當地海盜發現 過程中也沒有發生海盜成功劫持商船的事件 核潛艇沒過多久就返航中國了 如此奇異的觀點隨即引發中國網友們的善笑 該評論指出 美國海軍海豹部隊先前在亞丁灣解救人質的做法 是讓突擊部隊隊員躲在甲板下 在緩慢靠近的途中抓住時機解決海盜 再將人質救出 然而這套方法用久了 海盜發現有船試圖接近的時候 很有可能先決定撕票 因此中共政府吸收了這個經驗 決定派出核潛艇以及蛙人部隊在月黑風高的晚上 偷偷摸上海盜的船去解救人質 並誇讚核潛艇由於可以長期不露出水面 被海盜提前發現的機會極低 東風宋宇稱 由於目前在亞丁灣附近各國協助護航的艦隊都太強了 解放軍潛艇自派出後 長期沒有遇到需要解救人質的情況 並向中國返航 途中在斯里蘭卡補充淡水與食物資源 順便展現中共核潛艇 可長期在印度洋海域航行 對印度的海軍製造一些緊張氣氛 這篇文章發出後 引發中國網友集體嘲諷 有網友表示 這篇洗地文章簡直是胡說八道 並引用中國央視軍事計時節目曾經做過的報導 表示從來沒有商傳 在軍艦的護航下被劫持 派潛艇過去簡直多此一舉 也有網友反諷 核潛艇當然是要拿來護魚啊 不然要幹嘛 甚至有網友表示已舉報這篇文章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大陸現烘搶 跨年夜 老奶奶跪下那一刻 讓人心酸 治俄華人將被送戰場 俄海關線逃亡潮 南海局勢再度升溫 中共喊例行巡航 美非同日宣布聯合軍事巡邏 軍中五大勢力反習 習2024或被奪權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詞曲 李宗盛 德常安